OK,我们开始做直播了 来,看一下 OK,大家晚上好 OK,要跟他上线了 好 好的,大家晚上好 OK,我们看到上线了 看到还蛮清楚的 看一下 OK,可以 画面和声音会清楚吗 OK吗 OK,可以 好的 来,我看到还蛮清楚的 OK 可以,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聊一点风水的东西 今天现在是九点半的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花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聊一下风水 不可以花太长的时间 因为今天也是做工的一整天也是挺累的 OK 可以吗,我们等多一点人上线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 今天同样的你有关于自己家里的 或者是三月上公司的风水的问题 也是可以在这边询问的 也是可以在这边询问的 好的 来,我开这一个 可以 可以了 好的 来,看一下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询问吗 关于我看昨天 昨天是在水晶厂 前天呢,前天我们就讲了很多关于家居风水的一些尝试 包括我记得我跟大家讲的是内民谈和外民谈的这个话题 那就是房间里面,房间外面,屋子里面,屋子外面的这个风水上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今天呢,你们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疑问还有问题吗 有的话,你现在翻上来,我看到你的comments的话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再来呢,可能你也有新的想法或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问 有人问我,历春开运服还可以穿吗 可以穿呢,其实过了历春 这个衣服还是可以穿的 那有经过宣言环地的加持 所以这个衣服你随时穿都是挺好的 那我是经常穿 经常穿去公司 因为我挺喜欢,一方面它布置很好 那一方面经过特别加持,盖过硬张的衣服 其实也是蛮幸运的,我们可以经常穿 能够为我们带来好运 为这一整年里面其实都是带来蛮好的这个运势 所以我是经常穿 而且我自己本身有两三件 所以你们可以,当你们历春开运了过后 你们的衣服可以拿去洗 洗了过后这个硬张基本上是应该不容易脱 除非你是用刷去刷 要不然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在放弃洗衣机洗了过后 然后又再重复的穿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也很高兴能够看到你经常 你穿着我的衣服在街上 如果真的是有一天给我遇到 我会觉得,哎呀好感动啊 那衣服你们还这么珍惜 好 OK,800多人在线上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也是关于这个家居的风水 或者是三月的风水好吗 看一下你们的comments 大家准备好了要聊风水的话题吗 来我们看一下 很多人还在打招呼 OK,我在看你们的comments 你们放上来把你们的问题 所以让我能够看到你们的发问的问题 那能够帮你们解答的话 我就尽量帮你们解答 OK,可以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问这个月31号可以扫墓吗 我在看这个资历 这个月31号可以扫墓 当天是见日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可以扫墓的 其实扫墓我在上几次的直播也曾经说过 扫墓其实还是尽显孝心的一个 就是我们子孙后代做孝道的一个日子 其实他没有很多机会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就算是有冲到你的生肖 就算当天是破日都好 其实也可以去扫墓 只需要小心一点 那平时的日子冲到你的生肖 还有破日那天被冲到 我们先讲平时的日子被冲到了生肖 就是那一个指定的生肖 本身身上要带个红包风 那红包风里面要有十一块 一盏十块 一盏一块 十一块 就是有个触头 讨个吉利的意思 那么他同样可以跟着大伙儿去扫墓 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破日的话 破日基本上就比较没有这么好 当然破日在古代都不喜欢上三分之类这样子的 但现在我们是觉得清明节是尽孝道的一天 所以破日也是有破节的方法 那他的方法就是在打算在破日这天去扫墓的人 尽量所有人身上都带一个红包风 然后带着十一块 OK 如果是在破日 你选择在破日去扫墓 但如果你是刚好那一个生肖是冲到你的生肖 破日这一天也有相冲一个生肖 基本上每一天都会冲到一个生肖 所以如果破日这天冲到的是你的生肖 那会比别人更加没有这么豪彩 所以除了你身上要带这十一块钱的 这个红包风以外 其他的能够的话 能够的话 你自己身上不要穿到红红 不要大红大纸 在这一天尽量不要放炮 不要太高调 也不要去踏人家 随便去踏人家的坟 坐在人家的坟头上面 所有种种的机会 你都要去搬单 它就稍微比较麻烦了一点点 那扫完木了过后 也不要 能够的话不要直接回家 那可能你可以去神庙 去哪里旺的地方转一圈 那最好呢 那就是可能换件衣服 干净的衣服 把脚 鞋子稍微过水洗一下 脚板 又踩到泥沙的地方 或者带一双拖鞋去扫墓 然后回来的时候 换掉那个鞋子 换掉一个衣服之类 这样子才回到家里 这样子会比较 比较保险一点 OK 所以这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讲 这是一个 大家尽孝道的日子 所以 不要因为你是 被相冲的那一个人 所以就没办法去扫墓 这个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所以不管是冲到谁 其实都可以去扫墓的 只要做一些 做一些让你 hang hang的 就是带一个红包风 放个11块这样子 这样就hang hang啊 能够把一些 能够让你带来一些 吉祥的 意识的 这些做法 那就行了 所以不一定说 不可以去扫墓 OK 那其他的可能就 某些指定的人 就不大鼓励去扫墓 比如说小朋友 他小的小孩子 那尽量不要带去啦 还有就是孕妇 也是尽量不要去 所以只有这些指定的人 还有就是可能 刚刚动完手术 生大病 那生大病的人 他本身基本上 他的运势比较低 那运低 你要知道 你去扫你祖先的坟 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那整个坟头 整整个三坟那个地方 除了你的祖先以外 他其实还有别个 别个 别个那个 那个我们讲 也有一些孤魂野鬼 也有其他的鬼魂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怕你比较容易 犯到问题 所以比较不鼓励 这些运势比较低的人 去坟产 OK 可以哈 明白哈 好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要问呢 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大家晚上好 看到你们的这些 问候 非常好 大家都很 都是我的忠实粉丝 每次我上直播 都会看到好多人 上线也好多 速度也蛮快的 我们上线速度 一下子就有现在 欠三个人了 那我们当然就是 这个平台就是分享 正能量 还有就是教育 大家关于这个风水命理 还有一些习俗上的一些问题等等 就是我花我的时间在这边 跟大家解释 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直播里面 学到一些知识 我相信很多人看我的直播 有些已经看了两年了吧 因为我做直播 大概也有今年进入第二年了 两年吧 如果没有计算 应该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两年里面跟着我的直播 你就看着我一起成长 所以就也看着我的一个变化 那看着我的进步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一路都是进步 没有退步 因为我觉得 我们人生 不要走向后面 除非你到了退休的年龄 除非你已经 运势已经走完了 那你慢慢的放下 那不是退步 那是属于放下 OK 然后转换你的生活 转换你的一些做法 就可能你要走修行 你要做一些慈善等等 其实我慢慢也有开始在做这些东西 只是因为我现在还是属于单望的时间段 就我们所谓的黄金年龄 所以我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势 这个时间段 好好的在事业上做一番事业 然后好好的利用我的知识 还有头脑还很清醒 所以这个时间段分享知识 然后教育下一代 教育大家 教育更多的人去认识风水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很聪明 然后或者是很有天赋之类这样子 然后就是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知道 或者是只有意自己 那没有意到大家 这样其实不大好 我觉得尤其是风水命理的这些知识 能够的话帮助大众 那是我们的一个天职 我们的一个责任来的 OK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风水 差不多了 全四人在线上了 我们可以聊一下风水的东西 看一下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吗 其实我看 眼睛有点看不大当 今天超累的 今天在工作上 那一方面今天天气感觉上非常非常的炎热 所以让人有一种昏昏一碎的感觉 就特别的累 OK 所以跟大家的直播不会太久 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过后我就要好好休息了 明天我会在新山 我会在我自己的总行这边 还有明天你们也可以过来我的水晶能量场 蛮不错 真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后天我就会去基隆坡 所以后天可能基隆坡的粉丝可以见到我 我的时间整天都在基隆坡 OK来我们就看 我看不太清楚你们的问题 可能跑得太快了 OK 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OK 我的眼睛有点茫茫 我跟大家讲一些风水上的东西 不然的话 大家看我直播浪费时间 看着我就不好 我们学东西 因为最主要其实也不是看着我的样子 就是听我的声音 跟我学一些知识的东西 那是最好的 那我记得在前两天的直播里面 我们就讲到这个前名谈 还有内名谈 所以我们搞清楚一些风水上的学术语 就是一些术语 我们有很多术语 比如说软头之类这样子 软头其实就是环境大环境 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 我们叫软头 那么名谈 名谈就是一个空间 就是当你打开物质 看出去外面 车房看出去马路 外面的那个地方 那个叫做前名谈 所以你屋子前面的 内名谈就是物质里面 当你打开物质 家里的大门的时候 不是auto gate 不是 gate 是家里的木门 大门的时候 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走进去你的家 看到的那个 Foyer 那个玄关 那个客厅 那个就是内名谈 明白吗 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的状况 那我是觉得 我们内外名谈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讲究 但有一种现象就是 当你打开物质 大门 内名谈的 那个环境 那个位置 所以你一开大门口 你直接 看到完整间物质 我们叫做一览无余 所以就是看完整间物质 一开门口 你直接第一眼可以看到 餐座 可以看到睡房 可以看到厨房 可以看到客厅 全部东西都感觉像一眼看到完 就有一点像是类似 studio type之类这样子的物质 所以它就是一进来物质里面 什么都看到完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物质 基本上在我们风水学里面 当你可以打开门 全部看到完的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 其实非常不好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代表着很容易 给人家这样子窥探 全部一眼看到完 就代表说 你什么都给人家看完 很容易破财 我们讲是一个肉财的物质 所以守不到财的物质 不能聚财的物质 那对于做官的来说 如果你是从事政治人物 这样子的物质也是不好的 这样子的物质代表你 融化富贵不残久 财运难守 所以对打工人士来说 也是一样的状况 全部给人家看到完 基本上是存不到钱的 所以你可以做工 可以赚一个月五千块 一个月十千块 可是到最后 你每个月是花到光光了 所以它不能够一眼看到完的 其实进门口 我们有很多讲究 进门口我们喜欢 要看到的是一个玄关的地方 能够自己制造玄关 有很多些 有些物质是没有玄关的 那甚至也有一些是有地的物质 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除了公寓以外 那就是你开家里大门口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后面厨房去 甚至看到后门去的 这个就是一览无一的物质 但看到完全部东西 就代表着你的财运 也是守不住的 包括你的官运也是不残久 你的荣华富贵不残久 所以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要兼重做一些divider 那divider通常比较鼓励 坐在的是进门口的那一个地方 那个叫玄关 玄关的英文 我们叫Foyer Foyer的这个空间 其实蛮重要的 一个物质气场进来 就从门口进来的第一个气 它就到达了Foyer的这个地方 它能够让那个气 不会太直冲入物质里面 它就缓缓的通过Foyer这边 然后停顿一下 慢慢的再进入里面 所以一个物质的风水里面 我们都是在讲的气场的流动线 所以这个气场流动线 能够的话缓缓进入物质 不可以太急 那太急的话 基本上就是肉质 它的原理很简单 但你抓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可是如果一个空间 太多这种玄关 太多divider 这边顶一个 那边顶一个 这边盖一个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制造太多神秘感 也是不行的 所以什么东西 它讲求一个平衡 不要太过 也不要没有 所以有一个玄关 其实就够了 那不要每个地方都隔开来 那个也是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就要去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不可以太极端去调整这个空间 明白吗 所以玄关的好处始终是有的 所以一个物质没有玄关 自己制造玄关 尽量能够的话制造玄关 其实我们不大喜欢就是 一进大门口看到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饭座 吃饭的地方 我们的餐座 餐座 当你一开门口看到 一家人就在那边吃饭 所以这个样子呢 代表着你赚多少钱 你是吃到完的 所以它也是存不到钱的 我们的荣华富贵也是不长久 所以这就是来多少 吃多少 用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现代人 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很多时候 除了命里会有肉财的现象以外 它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它的风水上 出现了肉财的现象 和不聚财的现象 所以不聚财的现象 我们要了解 什么样的风水是属于不聚财的 当你掌握了这一点 你就可以自己做调整 然后你才可以做一个 聚财的风水格局出来 所以在风水上的调整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很注重于 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我们先讲财运 两样东西 一样呢 就是吹财 吹财呢 就是增加财运的一个风水 所以我们要activate它 让它能够一直吹财 所以我们的收入才会增加 财运才可以不断 那么另外呢 财运增加了过后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风水 我每次也是很忠实的 那个就是聚财的 因为你有财运进来 可是你守不住 你赚多少花多少 它就等于你不聚财 那聚财的这一个风水呢 我们叫做按财位 或者是我们的财库风水 所以风水有两种 一个是明财位 然后另外一种 其实明财位这里 敬财的风水 所以搞清楚 一个敬财的 吹财 敬财的风水 是明财位 还有就是你命中的财位 还有另外一种是 风水上的 飞行的财位 所以有可能有这三种 所以这三种风水 有可能就在你的客厅 饭厅 甚至客厅饭厅 有时候会在厨房 这个不大一定 要看你的空间 然后这三种风水 大部分都是在 客厅的主要位置 如果你是楼上楼下的话 它一定是在楼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气场进来的第一个气 比较旺的地点 吹财 敬财都是在那一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吹财的风水 你要activate它 这个位置你一定要启动的 因为它启动了 它的吹财力量才会有 所以我们要启动它 启动发 当然就是有很多人 就放了风水物品来启动 包括放皮修 金长厨 财神爷 财神爷 我喜欢放 我挺喜欢财神爷的 效佛也行 甚至水晶 那水晶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磁产能量 在那边 一直把你activate 所以它有磁产能量的东西 都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个能够做的 就是算盘 金算盘 算盘也是不错 还有就是铺满也行 甚至你也可以放 时钟在那边 帮你activate 所以你要很清楚 我们的名财位 我们的命中财位 我们风水上的财位 这个呢 我们要去activate它 我们要去启动它 它不动 你就没有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要去启动它 那另外一个 当你启动了一个 你成功了50% 那另外的50% 关于财位的 我们还有一个位置 我们叫做按财位 也就是我们财库的位置 财库的位置 要找这个位置 就稍微比较麻烦 这个能够的话 我是建议用 有专人 专业的风水师 你去找你的风水师 你的风水顾问 然后就帮你去找出 你的按财位 或者你的财库的位置 因为财库的位置 才是你真正需要 守财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有净财 有守财 这样子的话 你的财富才能够增加 那我最怕就是 每一次听人家说 我做工了几十年 做了20年工 然后银行里面没钱的 这个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状况 不要这个样子 那你这20年是怎样呢 左手来右手去 所以财来财去 他守不住财 所以变成 我会觉得 就蛮可怜 做了20年银行里面空空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现在人好像还是会面临到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 如果你发现到 你命里可能有肉财现象 有结财 有破财 那么有一种就是 财多生子弱 或者八字无财等等 所以它有很多原因 你命本身会有这种状况的话 那没有办法 我们也不要说非常任命 我们要超越命运 改变命运 那怎么改法呢 除了性命学里面去改 除了身上的颜色 除了性命号码 这是带水晶等等以外 其实风水上的去调整 它一定要找出 你命中的财位在哪里 然后以风水师的专业的角度 帮你去启动这个财位 所以我每次鼓励大家 我每次鼓励很多人 我是会认为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风水师 他是你的顾问 你的风水顾问 你遇到事情 你找他 你有什么问题 你找他 之类这样子 一个风水顾问是属于 是帮你的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就算你有一个家庭医生 你有什么事情 就找这个医生 所以医生跟你也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你对他有信心 那家里小朋友生病 你就一定要找这个医生 就他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 Family Doctor 所以你有Family Doctor 你也有个Family Fancy Master 因为你有什么事情 包括你遇到了习俗上的问题 包括你遇到家里的 要重新专修等等的问题 包括你可能遇到了 你的拜拜的问题 很多 我们一生中 从你出生开始 从你出生 就是圣子折日 取名字等等 然后各式各样 到你读书 要文昌位置 睡觉的位置 到你长大了 要结婚 选日子等等 全部东西一生中 到你做生意 创业 你要选日子 你要看好风水 各式各样 甚至到你叮咚 要死的时候 都要风水师 所以风水师 其实如果能够陪伴着你 很长的时间 那是最好的 所以能够的话 找一个让你自己觉得舒服 让你觉得自己 有信心的风水师 在市场上 我告诉你 有很多很多风水师 所以选一个 让你觉得看得顺眼 然后缘分 跟你有缘分的风水师 因为他跟你 就一个缘分 他就开始了 然后这个缘分 可以陪着你很久的 因为你的确需要 风水顾问 所以这个顾问 其实是重要的 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生活上 都需要顾问 买物质合同 要lawyer 也是可以交一个 律师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询问他 询问他之类这样子 所以交一个风水师 朋友也不错 交一个算命师 朋友也不错 再交一个医生 朋友也不错 所以lawyer朋友 然后就是 我很喜欢交 发展商朋友 因为他们有好的物质 都会找我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社交 多一点这样子的networking 不要小看networking networking其实蛮重要的 如果你是想要你的生活 是进步的 不是退步的 你想要在社会上 是有所成就的 而不是我只是 读书 毕业 打工 结婚 生子 然后养大孩子 我就走了 之类责任做完 我就走了 然后你的人生中 他没有一点点惊喜 没有一点点值得回味的 那就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 是值得回味的 可能你的家庭会很好 孩子很教育的很成功 但是你值得回味 是很骄傲的事情 这比事业成功 更加骄傲 所以家庭的和谐 孩子的成功 然后把父母亲 照顾到好好 所以这些是 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然所有这些过程中 你能够再结合 多一些networking 多一些朋友 那你的生活 它就会 无形中就变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一直鼓励大家 我们活在这世上 人生只来 我们只走这一次 只走这一圈 年龄也只有一只 一只家 越来越老 就是缘分也会 越来越走完 所以这个过程中 能够的话 就掌握一下 把握一下机会 然后就是 多交一些朋友 多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就是 超越自己的命运 让自己活得更好 然后就是尽量 把你所缠的 所擅缠的 你的才华 你的什么东西 都尽量表现出来 不要把它 带进棺材里面去 所以我们都是 尽量做到最好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 我这么群劳做直播呢 那很多时候 我也可以想 我去睡觉啊 我去看电视 所以你每次 看我这样子做直播 哪里有时间看电视 而线上的你们 也是在看我 在做直播 你们也没有时间 看电视 所以大家就是一种 我愿意付出 你愿意去接收 它就变成了 一个缘分的开始 它就很奇怪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变成你们 一个习惯就 你看现在接近 要接近 两千人在线上 一千九百人在线上 所以变成 大家都是 大家都互相 互相就在 这个时间段里面 我们就 没有做其他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缘分来的 OK 所以刚才讲到 我们要有风水师 所以我是觉得 市场上很多风水师 所以不要小看风水师 风水师 他会是跟医生一样 他陪伴着你 甚至他会影响着 你的决定 影响着你的一些失去 所以风水师 选一个 跟你有缘分 然后觉得是最舒服 然后觉得是 最重要 我觉得是 他一定要有正能量 一定要正派的 因为风水里面 当然我不否定 有些是属于 变成神棍型的 那种你们自己烦 自己选择 所以眼睛插亮一点 OK 所以自己选一些 你自己觉得舒服的 然后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很好的 就是信任 在那边 因为风水师 接下来跟你讲的东西 可能他就无形容 影响着你很多东西 那有些风水师 就会 不大好的 那些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觉得 我不要让大家 有所误会 我不讲了 不好的不讲 你们自己去衡量吧 但我觉得市场上 也有很多 很好的风水师 因为这个行业 慢慢的 我就觉得 有一点年轻化 但年轻人 毕竟还是 少了一些 人生经历 人生经验 因为他的年龄 还有出来 社会的 太短了 所以变成 他看待东西 和给予别人的意见 他是以他自己的 一个想法去讲 所以当他没有 经历过太多东西的话 他的人生经历不够 所以他给的意见 或许就没有这么成熟 没有这么正确 因为他是以自己的 出发点去看东西 包括我自己也是 很多时候 我是以我自己的 出发点和观点 去看东西 在事业上的 在三月上的 甚至在诗人 就是在个人上的 命理的 我都是以个人的角度 然后我在 我是在以 换位思考的 这样子的方式 去思考一件问题 所以他一定要是 很有经验 然后一定要看 很多很多命 一定要拿到一定的经验 才能够走上这一步 所以不要说 有些风水师 现在年轻人 就急着成功 我就看了一些 就学了几招 一招班 或者跟了几个师傅 学了过后 就迫不及待的 就开店做生意 然后就是在外面 做这样子的状况 我是觉得 你应该跟着师傅 跑一个几年 再看看一下 人情事故 再了解一下 然后再学习一下 实习一下 那么这样子才出来 会比较理想 不要说太急着出来 然后 子善 谈兵 必定不一样 实际经验 这个才是重要的 OK 那么 有什么风水上的问题吗 再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OK 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OK 好的 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吧 我们再讲一些简单的贵人味 顺便让你们了解一下贵人 每个人都喜欢有贵人 对吗 每个人都希望 做什么东西都得到贵人的帮助 出门遇贵人 是我们很喜欢的 那在我这边 我把贵人这样子来说 我会觉得 你要做别人的贵人 还是你希望 到处有贵人 这个就是 我每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人就讲 我要贵人 我要贵人 可是有时候 会觉得 比如说我自己吧 我本身的贵人运不好 不强的 所以做什么东西 都是得靠自己去实现 那可是我自己 却是很多人的贵人 我帮了很多人 所以变成 我是别人的贵人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就要分清楚 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说要求的太高 或者是一直想着 我们的人的思想 会左右我们的一些运势 当我们一直想着 我要贵人运 我要人家多多帮我 我要多多帮我 为什么你要多多帮呢 其实你要多多帮 就是因为你不行 因为你没有这么强 所以你才要贵人 所以只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我会觉得 这个人比较需要贵人运 当然比较强的那种状况 我是觉得不大需要贵人运 因为你就是别人的贵人 当然大部分在十个人里面 我觉得大概有九个人 是需要贵人运的 只有一个人是不需要 很强的贵人运 所以那九个人的贵人运 是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的生活 还有我们实际上遇到的东西 会遇到很多问题 当然一个人没有贵人运 然后他又命里面 又遇到比较多问题的话 也是属于危险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转车吧 发生accident转车 那转车了过后 可能流血过多 如果你这个人是没有贵人运的话 这场车祸会导致你去世 会导致你流血过多而死掉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贵人运 可是如果你是有贵人运的话 这个时候有一辆车经过 救到了你 你这个就是 你就是送去医院 你可以活命 这个就是贵人 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 没有贵人而善失了一些机会 所以这个是贵人运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非常需要 只有特别的人 特别的一些例子的人 比较不大 一样的 那是非常少数 非常少数 像我这样子比较不大正常 就不大需要 但是当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想的时候 反而有更多贵人出现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的记忆 来我们来讲一下贵人 大家大部分人都喜欢贵人 那我们怎么 如何加强我们的贵人呢 其实贵人我们先 不要刻意的去找出贵人位置 那的确麻烦一点 那需要专业的风水师去找 那个你们要交给专业的去找 所以那个我就很难教你们 OK 等一下那个找错了就糟糕 但我先跟你们讲 其实有一些 我们注意的小细节 会提升你的贵人运的 这个也是我经常 其实我有注意这些 但是我没有刻意的去吹贵人位 我有自己本身 我知道我自己去到哪里 但如果你需要的 我会教你 你要注意的几样东西 那其实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如果你是做工 做工人士 工作人士 如果你有自己的办公室 你是属于经理级的 或者是比较高职位的 那你要注意 你自己的那一张椅子 就是我们坐的这张椅子 你这张椅子呢 一定要够高一点 OK 不要太矮 不要这样子 low back 能够拿到medium high back 那是最好的 最好拿到high back去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靠山 贵人呢 在事业上是属于靠山之一 所以他能够的话 做高一点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靠山比较稳 你的贵人运比较稳 你在事业上 你在谈生意 你在讲什么东西 你在开会 建议什么东西 都会有很多人支持你 所以你的supporting power 比较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所谓的贵人 这样你的椅子 先把它做高来 那椅子有两种 一种是 一种是很像fabric 或者是PVC 或者是leather的 OK 那一种实实在在的椅子 有cushion的 另外一种椅子 现在蛮流行的 也是我看蛮多人在用的 那就是wire mesh的 就是属于很像线 网这样子的 那个你就不要用 那个是不适合主管级 或者是经理级 或者甚至是老板级人物 其实都不适合 用那个wire mesh的 就是感觉上 好像网这样子的椅子 不可以这样子用的 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椅子 稳稳的椅子 那是最好的 OK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很多靠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的贵人 所以你一定要靠 那除了这个椅子要靠 你自己座位后面有靠 那也是很棒的 还有另外就是睡船的时候 睡觉的船头后面 也是要有靠 有靠就是靠山 靠山就是贵人 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一定要有靠 所以睡船背后要靠墙壁 实实在在的墙壁 能够的话不要靠窗口 OK 也partition 勉强还可以接受 那么我们说 有的靠 其实在赵如里面 厨房里面 我们其实也蛮重视 以赵如本身要有靠 那赵如本身要有靠 它其实是靠 靠墙壁的靠 OK 所以赵如本身的靠 是代表女主人的靠山 所以因为厨房风水 赵如里面带着有这女主人 所以女主人的靠山要稳 所以赵如一定要有靠 所以这个很多靠都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又误解了一点点 就认为在客厅里面 沙发 有没有听过 沙发也要有靠 就是我们的sofa 我们的沙发要有靠 那沙发有靠 沙发有靠就是靠墙壁 或者做一个partition 做一个divider 或者做一个law cabinet 给他做靠 那在这样子的说法里面 其实风水学里面没有这么说 它只有几个重要的 就是赵如要有靠 老板座位 或者是重要人物的座位 背后要有靠 睡床要有靠 这几种东西需要有靠 神台要有靠 其他的基本上也没有这么严重 包括了沙发后面 需不需要有靠的这个问题 其实告诉你答案就是不需要的 沙发后面不需要有靠 你不会在沙发那边睡觉 你不会在沙发那边坐很久 他只是短暂给你在那边坐着 然后有时候你会换位置的 不是稳稳的坐在那边 所以不需要有靠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所以你们不用刻意在客厅里面制造一个靠给你的沙发 搞到你整个空间很狭窄 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arrangement 一个空间呢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不能够一览无遗 就是看到完全不 但是也不能够做太多这些divider locate 并顶住整个气场的流动 所以他一定要调到一个最perfect的那个状态 ok 一口气讲这么多 还有些什么东西什么问题你们要问吗 那么另外的其实我很喜欢讲水晶 我很喜欢水晶 因为我觉得水晶食产能量很强很强很好 当然水晶我们主要就是 今天我带的是机关子态 机关子态 这个是机关子态 机关子态很漂亮很美的 但是他需要在灯下面 你才可以看到他里面有一些钛金 机关参钛金 所以叫机关子态很漂亮的 他有两种两种色调 一种是比较暗色的 一种是比较浅色的机关子态 当然我本身暗色和浅色都有他各自的美 我这条是属于比较暗色深色的机关子态 你用灯来照 其实他里面是有很多钛金很漂亮的 前面的圆圆的这个是我的logo 是白水晶雕刻出来的logo ok 所以机关子态很美 ok机关子态 那么如果是水晶来说 我觉得在工作上 事业上或家庭上 比较和谐的水晶 白水晶是首线 所以你可以选择白水晶球 ok白水晶球是不错的 因为水晶球圆圆的东西都是代表着圆满 都有好修成正果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讲白水晶球 你可以放在你的客厅 放柴位 甚至你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座上面 放在工作位 放在你的书座上面也行的 所以我蛮喜欢如果你有来到我的办公室 或看回之前我的直播 我自己的座纸上其实有放着一粒 大大粒的白水晶球 那白水球你放在正确的位置 那跟你有靠近的话 其实它跟你在对应 那它对应呢 它其实白水晶球 它对应的我们人体中的气脉轮的顶轮这边 就是我们头顶的中间的位置 它能够将什么负能量给拍摄出去 ok所以这是很好的 你接受它的正能量 白水晶球是水晶之丸 所以它是正能量的一个象征 它能够让我们身上的晦气 冰气 毒气 什么东西都可以拍出去 所以让我们头脑清醒 也是开启智慧 让我们精神状况很爽然 然后对我们事业 财运 然后都很大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头脑清醒 做的东西就会正确 你的磁产能量就会吸引 同样跟你有着好磁产能量的东西 然后你想的东西才会心想事成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本身选了一个大大力的白水晶球 放在我的桌子上 然后你要知道每天睡很少 那还可以这么好精神 头脑还可以这么好去运作的话 其实它这个水晶球有着很大的作用 它帮助我们挺多的 那另外一个呢 很多人在用的是黄水晶 那为什么喜欢黄色呢 黄色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财富的颜色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用黄水晶代表着吹财 所以黄水晶也同样可以放在你的财位上面 还算是不错的 那么 水晶的东西好多好多 真的要讲起来 它有特别 真的是讲不完 也有人放一些黑钥匙 在自己的桌子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挡小人和辟邪 如果你发现到问题比较多 或者是近期里面惹了一些光飞的问题 黑钥匙也是蛮有效的 放在桌子上能够减缓这些问题 当然最重要其实就是一定要圆形 那圆形有分两种 一种是一粒的 一种是气粒的 我们叫气形盘 那气粒的气形盘呢 你可以拿气形盘也是不错 因为它蛮强的 它的磁场能量一直围绕着一个泉 所以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强 另外一种是一粒 一粒的话太小粒没有作用 起码拿大粒一点 它才能够产生出很好的效果 OK 好吗 讲到好多了 我们有讲到半个小时吗 这个时间 我看一下有没有半个小时 有讲了半个小时吧 好 现在的你们还要听吗 我讲到喉咙要撒哑了 近来的天气都是比较糟糕 所以希望大家多喝水 照顾身体健康 那出去外面 我们在新山这一区 靠近巴西古丹 巴马斯加耶这一带 都有这个毒气 空气的问题 污染的问题 所以出门的话 请多喝水 然后能够的话 有敏感的朋友 或者肺功能不好的 记得戴口罩 再次提醒大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不要花太长时间 慢慢的吸收 一点讲一点 自然你听 再停下去 你们就慢慢就很厉害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 我要去休息冲凉了 OK 拜拜 晚安